海巡人員登上多哥籍雜貨輪 順封號緊盯開鎖船員 直到打開艙門 密艙內伸手不見無止 海巡人員拿著手電筒 鑽進艙內放眼望去 船艙內堆滿紙箱 搬出一個打開查看 數量多得得加派人員清點 超過97萬包私煙查貨的地點 在高雄迄今 多哥籍的雜貨輪 在台灣的外海 聲稱故障了申請進入 騎經區的造船廠來進行維修 結果是假維修真走私 海巡人員接獲現報 一舉破獲私煙案 雄檢調查釐清犯案過程 在2023年12月30號 中國籍船長和船員 開著多哥集順封號雜貨輪 前往香港外海接駁私煙 隔天再開回高雄港外海 以修船名義停靠 其今一處造船廠 刻意等待大約一星期時間 降低查氣戒心 年初已有動作就被查氣 大批私煙價格市價超過七千萬元 全案經檢察官綜合圈內市政 任大陸籍被告六人 緬甸籍被告二人 及國人一人 均涉犯違反 燕酒管理法非法輸入私煙罪嫌 據理提起公訴 中國籍船長假借維修走私香煙 規避檢查 包括船長船員和接洽人員 全遭檢方起訴 所有私煙依法申請法院 宣告沒收 3.9 留安局王毅雯 高雄報導